生活必须十一住行 民生物价没有降 薪水也没有涨 恐怕是大部分上班族很现实的感受 根据立法院预算评估中心报告指出 政府实施所得税制优化方案之后 所得一千万元以上的有效税率 较2017年减少6.18个百分点 富人减税的幅度是所有急剧中最有感 但受薪阶级受惠有限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最新民调 有40.7%的民众 认为国内整体经济现况算好 但有56%的民众 还是认为经济现况不好 这似乎也让主内阁的民调不满意度 因此提升 两位认为立法院总预算卡关 也让人民对于施政发展有所疑虑 从民调来看相当总统赖清德 现任度54% 较上个月上升1.5个百分点 施政满意度也有52.9% 前世民众算是认同总统职权力 对于外交国防方面的表述 不过行政院长竹龙泰的施政表现 满意度41.7% 不满意度却较上个月上升了5.3个百分点 与商人时相比更是增加19个百分点 打贪腐等等 我想这个部分都得到了各界的一个肯定 那相较于赖总统 左内阁的部分就相对比较辛苦 民调数字也比较没那么漂亮 那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虽说民调起起伏伏 但不论蓝绿都认为 立法院朝野情势混乱 让民众观感不佳 对于执政党政治上 民生上都有改善空间 东森新闻之中新综合报导